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醬子頻道 今天來介紹一種石壺 那這種石壺是原產在哪邊的 這個我不知道它的產地啦 但是台灣的產 如果台灣有產的話 是產在蘭嶼的地方 叫燕石壺 燕子的燕 燕石壺 那其實有一種跟它也長得很像叫歌石壺 就是歌子的歌 歌子的那個歌 然後這是燕子的燕 燕石壺 那它原產在蘭嶼 如果是台灣的話是原產在蘭嶼 蘭嶼的話是長在大概100到400公尺的海拔上面 所以其實它很適合平地的種植 那它其實非常的好種 非常非常的好種 所以這個就非常的廉價 我上個禮拜在高雄花市買的 那一顆就很便宜 銅板價 你可以去想想看 銅板價就買得到了 所以呢 它其實是非常的好種 而且它非常的耐熱 耐那個平地的溫度 因為它原本就在蘭嶼嘛 蘭嶼海拔就算400公尺也不會很 不會很涼齁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種平地形的石壺齁 那非常的好種齁 那它的缺點大概是它的花期很短齁齁 它是一日花齁 白天開晚上就不見了齁 應該是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我之前種過的時候 是很久很久之前齁齁 那這次剛好路過的時候有看到說 喔 那馬來一顆回來玩玩看齁 那其實這種燕石壺啊 它外國產的像菲律賓產的 它花比較大一點 然後還有鴿石壺的話 也個體比較大一點齁 那其實它們不太一樣的東西 鴿石壺比較偏木壺那一類的東西齁 那反正它們都是一日花齁 一天開一天 那它會一直開花齁 它不定期來花齁 不像沒有很穩定的花齊齁 所以它就是 呃 如果你種好它就來花齁齁 那接下來應該還是會上版種植齁齁 這種還是以 原生種 就是一種原生種的石壺齁齁齁齁齁齁呢 這種因為他們很好種植 所以它大量被繁殖 那隨便長就是一蟲兩蟲 在家裡可能長沒有長那麼好 可是它們在原子長 隨便長就是很多蟲 所以它們就把它分出來隨便亂賣 我們就可以撿回來玩 其實還不錯 那這一個 它有點像另外一顆 你看這一顆 這一顆 這顆葉子也很像 感覺很像 而這一顆不是 這一顆是另外一種狼花 一樣很類似這種 它那種是扁絲圖類的東西 又不太一樣 那其實這種外表都看不太 有時候會看不太出來 必須要等它開花的時候 才會知道它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這種 石乎藍這種東西 或是蘭花這種東西 有很多東西是外表分不出來 不開花的時候都長一樣 就像是你有些看一些像這種 像這一顆 跟這一顆 一顆是紅貝 一顆是黃貝 你看不出來 等到開花就知道 兩顆花完全不一樣 但是植柱樣子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蘭花的東西 其實必須要等開花 如果你沒開花 是很多都長得很類似 那這種的照顧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跟一般的石虎的照顧方式一樣 喜歡多日 記得因為它在原產地比較偏延伸的狀態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 它多日少雨沒有關係 少水沒有關係 然後太陽很強也沒有關係 因為長在延伸的時候 它是不太怕太陽的 但是當然 你在這種都是人工環境下來出來的東西 你不能直接把它一下丟到太陽下 會曬傷 你可以見俊式的巡化它 慢慢的移到強光之下 那慢慢的會長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突然把它一下丟到太陽下 它就很可能會曬傷 突然突然性的大太陽 它就會曬傷 所以呢 如果你想種的話可以去找找看 但是我其他地方偶爾 這偶爾才會看到 就是不一定 大家不一定會拿出來 雖然這個數量還蠻多的 因為它們通常一長就是一大群 而且非常非常大群 不是普通的大群而已 因為我之前的朋友的藍原 它長那種像那種藍羽的紅花石虎 它也是長一大群 我這邊是就是一顆一顆種 它那邊可以長到非常非常大群 因為環境很適合 所以它隨便長就可以到非常大的 長得很茁壯 那還是跟陽台主會不太一樣 像陸台主 畢竟它的濕度是有差別 它的乾濕度是沒有那麼好的 不過無聊的話 或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種種看 它真的這種真的很好種 這個我以前有種過 一樣是得病死掉 但是其實那時候也長得很大一群 隨便上個版應該都還蠻好種的 OK 那今天所介紹的就是它咯 這是驗石虎 應該是驗石虎沒錯 OK 好 感謝你的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好嗎 我們喔 我把那個它的花的連結放在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它的花的圖 我把它花的連結放在那個說明的地方 如果想要看的話 可以去說明的地方點來看看 去連結的地方看看 好 OK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